郑成功是一位民族英雄 虽然他是封建王朝的大臣 可是他曾经带领过军队 击败过殖民台湾的荷兰人 从而收复了台湾岛 除此以外 他还以明臣的身份 一直对抗着清朝 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 他的儿子郑金 却是一个无能的人 就在郑成功占据台湾后 他就默默积蓄力量 准备将满人驱逐出中原 在他称王的台湾的那些年里面 他组织过多次渡海战役 虽然这几次战争都是胜少败多 可是他们给满清造成的威胁 也使得满清贵族们 日夜担心他们的江山不稳 而就在郑成功坐镇前方时 他的手下向他报告说 发现他的儿子和他的小妾 私混在了一块 得知自己戴了绿帽子的郑成功 大怒之下命令手下将郑金 带到他的面前来 可是还没有等来儿子 反而是先等到了死神 因为气氛不过 郑成功竟然活活被这桩丑事给气死了 而在他死后 郑金就接替他成了王爷 这位好色之徒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 他对于立冰莫马没有兴趣 他整日沉浸了美色之中 而满清后来更是找准机会 一举攻破了台湾岛 郑家自那以后就成为了清朝的臣子 可惜郑成功已是英明 他生出来的儿子却是如此不堪 所以说 郑金不仅是一个不孝子孙 更是一国的罪人 自己来玩 你也不能找吗 你不能拗大汗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